不想放棄自己的喜歡 肥仔大變身 12歲入港隊升名校 大家好 我是男子排球隊隊長 6B班黎鎮紅 12歲的他 在今年排球港隊的選拔賽中 成功打敗了 200多個大過他的選手 破格成為第一個 以小學生的身份 參加港隊的人 最小的就是有小學生入到 加上全隊最矮都很好 不過他一點都不少學雞 穿起9號球衣 在學校的排球隊已經是Leader 每天的訓練都仍很辛苦 每天朝出晚季 現在都是這樣 好像這樣 7點鐘出去 晚上11點半才回來 三年前的他 是肥仔一個 經常留在家打機 有三個下巴 成績 因為他以前在大陸都沒有學校 然後來香港 2、3年級都是39、49、29 現在 整個人不僅合適 鼻敏感都沒有了 為了打球 還發奮讀書 考上全級第一 拿到東華三院的傑出學生獎 如果要攻課問題 我們不必要打 所以他們一定要搞定大功課 即是他們那麼緊張 原本為了減肥 現在入排球隊的他 這裡整張桌子的獎盃 都有份拿 特別珍惜練球的時間 每一次練球都好像得來不易 你那麼聰明 媽媽肯開心死了 在這個星期四 他將會代表香港 去河北 出戰全國U16排球錦標賽 原本是天水唯讀書的他 暑假後會升讀 由香港少年排球總教練 執教的長沙環天主教英文中學 繼續他的排球夢 我自己買什麼東西給他 他也要給媽媽吃 從小到大 都是這樣 做保安的他 雖然沒有錢供兒子學什麼琴琦書話 不過從小到大 就培養他的責任感 又要煮飯 又要做家務 現在兩夫妻還計劃不去旅行 應付兒子出九龍讀書的開支 再次見